今年正義在高一 其實差不多是一年半的時間 我們很多高一的好友 因為我見到高一過去這六十年 但克川的家族 降落這個黨術會 也做了很多有丟的事情 對高一做成很大的傷害 這裡面最明顯的就是 本來高一的黨術會 是杜聰明創辦人 或是杜聰明創辦人的黨術 那裡面 當克川是其中一個黨術而已 那時候要有很多意外的前輩 甚至有些企業界 那當時幫忙高一有關係的人 甚至有政府的六官 所以也有政府的代表在這個黨術裡面 所以 當克川可以做黨術 是因為 很多人問說他關這個校庭 那當時請他來做黨術 甚至選擇做黨術廳 但是下來 歷史 經過六十年慢慢的 我們找很多資料之後 更加健康 那一塊其實也不是 黨恰川可以關的地 那是電動的地 三千五的這個政策 是根者有齊田的事 其實黨恰川他們的家族是大鐵主 所以那個時候 這塊應該是放了給電動的地 所以黨術明先生 他 開始要去學校的校舍的時候 就覺得 我 這鐵主不是黨恰川的 所以那個時候 已經黨恰川在做黨術廳 所以黨恰川就說 這樣我們就用學校的錢 變有算 把這些電動的地買回來 所以這是屬性 就是說在五一的歷史上 當時有的紀錄 沒有看到 到最後是五一自己 用學校的錢 將這些地方買回來 他變成好的 所以就這點來講 黨恰川 屬性上 他並沒有什麼說的 但是後來 因為黨恰川 他在 國民黨統治的身代 他是向國民黨很好 國民黨所在乎的一個 台積的政客 我們都知道黨恰川和軍戒祝很好 這個原因當然是 二百發生的 黨恰川 他幫忙這個 蓬孟子 在高雄 蓬孟子在抓人的時候 台人的時候 他都請到黨恰川的意見 所以黨恰川對他們有很多的幫忙 所以必做軍戒祝 對黨恰川 非常的照顧 所以黨恰川不太能在 國民黨那個時代 做高雄指定 丹田苗 他的堂兄弟 做高雄的議定 所以我們就知道黨恰 在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時代 他們其實是 挖苦在國民黨的一個 國民黨的 我們說的共犯結構 或是國民黨的幫充的地方 結果 因為有這個關係 黨恰川開始當黨恰會裡面 所有不是他的家族的人 擱擱擱 不管是他跟的人 企業跟的人 政府的代表 都擱擱擱 到最後就是 國民黨的比作黨恰 百分之百控制 除了他們自己的家族 再來就是他們自己的律師 他們自己的會計師 或是說 他們的親生關係 分他們的關係 所堪來的進行 到最後就是 國民黨的交集團 或是學友裡面 和黨恰有關係 他們就從這裡做黨恰 不管怎麼說 就是黨恰控制國民黨 總超過六十黨 在這六十黨中 他們做了很多 對不起國民的事情 譬如說 我們剛才說到 國民是 土聰明創辦的人 結果黨恰的 就是不準 因為還有無法見 這個黨恰的創辦人 明明就是 土聰明 在公文書上面 都有定義土聰明的名字 所以還有無法不準 不過大人家 他們的做法前過的問題就是 雖然還有無法不準 他們也在校內自己改 所以 在校校的這個 校書館裡面 或是副設備員 或是校校裡面 他們就採這個黨恰寸的黨衆 或是採這個黨恰寸的圍 圍圍的 會比較少創辦人 黨恰寸 甚至到要做一個最不應該的事情 就是把國民的副設備員 去改名 改作中和紀念備員 我們都知道 國民的備員 一開始就是後期的 所以 當中和一塊錢就無處 國民創設備 當中和也走就死了 他不關到一塊錢 所以 定人把一間校校的副設備員 改作中和紀念備員 我們看今天台台的副設備員 北伊的副設備員 中國伊奧大學的副設備員 中山伊奧大學的副設備員 新台的副設備員 雍民大學的副設備員 全台灣的議員 都也是直接叫做副設備員 為什麼國伊的備員 才變成中和紀念備員 這是人家做一個很不應該的事情 其實他們就是祖書 他們想要做副設備員 比作他們家族的備員 所以用紀念人的組織 來動作備員 不但是這樣 將備員賺錢 都不需要教學校 這都是侵犯這個學校的觀念 因為我們知道 大學是沒有賺錢的 尤其是以後 身份是很高 你只收學生的學位 基本是沒有賺錢 副設備員的賺錢 本來副設備員賺錢 就是要行動的學校 讓學校來做 經濟的一個法規 建設學校 保養學生 保養輸出 甚至高雷老師做研究 但是 這個黨室會 因為是黨家控制的黨室會 他們就有蘇生 所以他們就將副設備員 要變成他們家族法的備員 然後在這個副設備員裡面 他們就做一個規定說 只要當家族 我們家族 所有人來這間副設備員 看備員都不用錢 所以六十年以來 其實他們欠這間副設備員 超過一頁醫生的醫療費用 這也是副設備員 有很多損失 但是他們黨家 鄉修一種的責任 都不覺得難生 其實創辦人是杜聰明 應該要留待是杜聰明的效態 所以 各位的侯優看到 黨家的黨室會 做到這麼多分 不斷是 還要去 跟他們 創辦人 欺騙這個社會 還有百姓負設備員 還有 對這幾人來的效應 都感謝人數 感謝蔡家 所以 各位的侯優 推動各位的專業正義 就是說 要將這個歷史 真相 跟他們公布出來 然後 要將這個過期的不公義 違反 道德 或是違反正義的事情 要來幫他們 做一個 專業 做一個 經濟 甚至做一個改正 再來當然就是說 要提供這個黨家 這個職業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就要改善這個 黨室會 在哪 正在做這個 真的有社會公正的人數 有好意的代表 有夠之外的代表 有夠有改的 會轉到 在那 所造成的 一個建範的黨室會 不是家族的黨室會 而且就要有 任期責的一個黨室會 現在各位的黨室會 正在萬年黨室會 黨家一定做三次 公選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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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黨家在折扣的一個黨室會 這是 很不公平的一個做法 所以 這就是簡單 介紹各位 專業 正義 在這一年後來 各位的好友 有一些看著心 對社會公義 有堅持的人 在推動 推動一年後來 是不是有勝負 其實 就像我剛才說 整個台灣社會 全行政理 有堅持的困難 第一 社會上很多人 聽到這個 歷史的最重要 嚇一跳 原來第一 不是 坦克官的 原來坦克 把這個 武士便宜改造 他們 祖先的名字 他們祖先去 或不出門 這都很不 應該 不過社會上百多數人 會覺得 這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反正就是 你們 合理的事情 不然就是 這就是黨家 黨家都得了 在這個社會 他們就已經 做鄉上百責那麼久了 沒有人想說 這不應該 所以 這個專行政理的 好聲 雖然在校友 裡面 有引起一些 共鳴 不過 社會上很多人 也會覺得 這跟台灣沒有什麼關係 第二 其實 因為黨家 控制這個學校 當時會六十年 其實在校友 很頭路的 教育院裡面 也有很多人 我對黨家 正因為我說的黨家 我去國民黨 一樣 在校友的教育院裡面 想要生的人 想要做主任的 要做年長 要做校長的 或是要做主管的 要生長的 總是有這些 教育院的 教育院 會去挖進 這個黨家的 甚至呢 黨家的教育 說 找那個 要幫助的 要聽他的話的 教育 來做御用導師 想要這些 比較沒有正義感的 教育 這就是我們 剛才的一個困境 不過 我剛才還有 雖然專行政理 在台灣社會 有它的困難度 不久呢 也不是說 完全就沒有希望 譬如說 這個歷史的真相 經過一年拔來 因為在民部上面 我們剛才發表 和國伊專行政理 有關係的文章 甚至我們出版社 所以 越來越多人 包括國伊的 學生 教育院的好友 現在都知道 屬性 真相是怎樣 創辦人 就是真的創辦人 這個創辦人 就不應該叫做 中部紀念 不一定 不一定 這已經有一個教室 所以 在要祈禱這個 丹家不羽 的過程 做的工作上面 我也有一些進展 譬如說 在國伊的學務會議 就有 正式的提案說 應該 把這個丹中和的黨相 刷造 既然這個便宜 不是丹家蓋的 不是丹中和蓋的 所以 我們應該把改名 做到國伊的學務會議 丹中和的相 不需要再拆在那裡 這個事情 也有一個突破 所以 在兩三個月前 已經 將這個丹中和的黨相 刷造 而且 這個學務會議 百分之百 所有人都贊成通貨 這個 便宜裡面 本來有一個客船大樓 現在也要把改名 做自由大樓 所以這個事情 很多的時間裡面 我相信 也會落實 就是說 好便宜 好友 老書、學生 都有這個共識 說 我們不再叫做客船大樓 我們投票、學生 大家告這款投票 叫做主義大樓 因為國伊的旁邊 就有一個主義路 裡面就有一個自由大道 所以 再來 像說 創辦人是土創民 這個事情 現在經過大家 教育的留下 教育的 教育法文 教育說 對 創辦人就是土創民 不是黨客船 所以現在 已經在教育的校書館裡面 寫得很清楚 創辦人是土創民 甚至 過去 黨客船的鄉 會創辦人 都拿掉了 也把這個鄉收掉 所以這就是說 對他們過去 在歷史上做的 沒有正確的事情 違反共和義的事情 現在一步一步 都在消毒掉 而且回合到正常 正確的道路天管 再來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說 經過後 他有不斷的努力 去跟他沒有人情 去跟他沒有人情 去跟他共產他人情 說這個黨室會做很多 不對的事情 是怎麼你們過去 還要不然 如果你們沒有拆除行動 所以我們跟鎮薩尼提供了 鎮薩尼經過一年的調查 發現說 高義學院說的都是屬性 他們調所有的公文書 當事會會去記錄 還好好發給 這個 沒有公文 沒有回答的公文 幾個 一年以外的調查 之後 鎮薩尼 提出正常的報告之後 鎮薩尼 專所投票 通過 將對教育部的實質 求情的案 所以鎮薩尼已經 求情教育部 說你教育部不對 各位 當時有很多 做過很多違法的事情 你教育部都沒有處理 這是你教育部不對 所以 這便高義的好友 在後來拜 後勤 大家還要回來參加後勤 的時候 也是 還要 帶去教育部 要求教育部 既然鎮薩尼幫你叫一下 你應該就要快改成 應該就要改善高義這個當事會 訂做一個富合社會公義 民主法的當事會 所以 這就是鎮薩尼的動作 已經證明 這個歷史的順序是怎樣 當事會不對 你教育部實質在哪裡 所以 就是說 現在我們 高義的效應 如果去教育部要求 他應該拆除 真的有效的 改善的促進 但是 教育部如果沒有要做 這樣我們就可以又要求 鎮薩尼公要 彈克 教育部相關的失質的人員 是高教師不對 部長不對 這都要追求 行政正義 所以 要對這些失質的公務人員 提出彈克 另外當然就是說 在法院裡面 我們也 為了這個專性正義說 蘇立法的問題 不是只有高義有問題 其實全台灣的台下有70% 是蘇立法 有很多蘇立法都說到香港 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不是家族法 就是某一個財團 控制這個當事會 將這個學校動作一個 魔力的工具 賺錢的工具 所以 高義這個現象 只不過就是 全台灣的蘇立法人 所以我們都要要求 這個當事會裡面 家族的代表 不可以超過五分之一 這樣比較不會變 某一個家族 或某一個財團 去壟斷這個當事會 再來我們說 當事會的結果 要民主法就是說 這個都圓 國中代表社的人 要在裡面 所以一間校裡面 很重要的效應 到這種都應該要有代表 在這個當事會裡面 所以這就是說 蘇立法法 能夠改革 比這個當事會的正常 能夠整幾道 甚至 證明說 他們可以派公益董事 來參與港島 這樣 我相信說 以後的蘇立法法 就是 建設 像現在 這個無合理 無正常的現象 所以這個 在立法院的努力 或是我們 在推動這個 高義專業政理的時候 要把它推動 比全台灣的蘇立法法 專業政理的運動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 要跟我們聽眾朋友報告 就是說 原過一年冠 的努力 在專業政理 在高義這個事情上面 我們有一些進展 包括說 立宿真相 把它翻翻 把它公布出來 第二 過去不疑的 探索做的事情 它流下來的 錯誤的東西 一項一項 把它結束 包括 丹中和的鄉 包括 客船大樓 也包括 創辦人 過去 不對的事實 我們整個都把它改造回來了 第三 當然要追求 它的正義 就是說 我們希望高義部 可以改善這個黨事 甚至 他事發上 他們過去做 維發的事情 應該要追求他們的 第二 當然就是 希望組織新的 緊鑽 透明 和公義 和民主的黨事 這是透過 修理校的修法 要努力這個事情 所以國異的 專行政議的工作 還繼續在進行中 國異校 也絕對不放棄 政議 因為我覺得 這不單是 對學校 歷史的一個交代 也是對整個台灣的 台學教育 要改革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 如果國異的 專行政議的成功 我相信 很多其他 都會跟進 甚至很多 蘇里大學的 教育員 學生的觀念 過去沒有收到保障的 透過 蘇里校的 修法 可以得到 比較大的保障 這就是 這一年半來 在推動 專行政議在國異 我的感想 在這裡 和大家 聽眾朋友 分享 其實 也和整個 台灣社會 專行政議 國民 的 努力 可以來相互應 也讓大家 做參考 我們共同 來關心 台灣走到這個地步 紀念民主法 紀念 過去 替台灣人 打招 政黨 議局 應該要 露室 台灣人 要期待 讓台灣 不斷在 事實上 有更公平 更公義 在這項 運動上 可以突破 在社會 公平 像年金 的改革 可以突破 在不同的 東山上 可以更好 的交代 我相信 這都是大家 要共同努力的 今天在這裡 跟我們報告 感謝大家 的收聽 謝謝